第一個你們電腦程度主要可以看到64.7% 大概三分之二的同學是選入門 所以幾乎大部分的同學都比較沒有相關 大概有四位同學是田徑街 還有兩位同學有城市開發的經驗 所以我們這一班的程度落差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你是選高階的同學 可能這個要不就是先再往後面看 因為有的時候可能我還是會取一個中天值 不然這樣很難上課 就是OK所以基本上我會有個進度 不過如果說你的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那你就往前再看一下 然後在雲端上有很多東西 所以雲端上面如果你要看答案的話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這個雲端白板其實跟講義是可以配合的 講義裡面的東西是固定的 但是雲端白板裡面我還有區分 另外還有其他的補充範例 這個其他補充範例就是 有些同學發的問題 那裡面的話不外乎就是說我會把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待會看到的就是這個 這個範 我們的範例 第一個問題 那我擔心說各位 有一些像公式打不出來 所以我會把畫面拍照 然後另外如果說你需要像有些 公式比較冗長的 我會直接幫你貼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直接打不出來 沒關係你可以先Ctrl C 應該會啦 Ctrl V 這個貼上 先run一下OK了之後有沒有 把它刪掉重來一下吧 OK或者是 如果你打錯了 你可以再跟那個雲端上面的做比對 雲端的好處是可以複製貼上 另外還有更 複雜的 待會會開啟什麼的 開發人員 所以你要寫一點程式 VBA有沒有 那有些同學應該對寫程式完全沒有概念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啦 其實程式非常少 但是你要一次打對 其實不太容易 那沒有關係啦 打錯 你可以先利用也是Ctrl C Ctrl V 然後呢 確定可以 可以run了 你再把它清掉 自己再重打過 因為你要一下子 對這些東西很熟悉 我想不是 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用漸進的方式 從函數 再到VBA 就是函數可以做到的 你怎麼樣可以把它改寫成VBA 讓它加快 這個你的工作效率 那VBA的形式有哪幾種 那後面的話 我會按部就班的 針對 我們的範例做說明 所以 慢慢各位 請各位要了解一下雲端的東西放這裡 那網址的話 就是 我們在講義裡面 GOO.GL 98Q THK 就第二頁那個 那個網址 那你可以從每一個 那基本上 我是把它概括成 總共有 六 六種 函數 那六種函數的話 按部就班的 裡面都有範例 一個一個個別的 來做解答 OK 那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 第一個階段 那 接下來的話 我們這門課 主要就是會先把那個 五大類的函數 那裡面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範例 反正就是有關文字與資料相關的 範例 那你如何利用文字與資料函數 來解答 比如說什麼呢 後面比如說像 在 第一個問題 是你可以 把那個範例檔 先下載下來 那這邊不是有範例檔 你把它 範例檔記得在哪裡呢 在我們這邊嘛 剛剛有提到 範例檔的地方 進到裡面 請你把這個範例檔 下載下來 下載的話呢 在那個 Google的話 它上面有個箭頭 你把它按下載 它會 存 幫你存起來 這邊我把它儲存 那我是用IE啦 如果你是用Chrome的話 它的箭頭 如果你用Chrome的話 基本上 也是一樣 這邊範例檔 然後 點開嘛 這邊一樣有個箭頭 如果是Chrome的話呢 會在 這個下方 那如果說你是IE的話呢 它會直接幫你存在下 也是一樣啦 這個是開啟資料夾 如果是Chrome的話呢 它這邊有個箭頭 你就也是這樣 在資料夾中顯示 那記得把它按右鍵 這邊有個 因為我這邊有裝 WinR 我想你們系統 應該跟我一樣 你就按右鍵 解壓縮 字詞就可以 那比如說 我們把它打開來 這邊有 1到5 然後另外還有其他的 範例 那我們會按部就班啦 反正就先 今天 從1開始 明天 下個禮拜 還可能是第1個 再來就第2個 第3個 一直類推 一直到最後 那5個上完之後呢 後面就綜合的練習題了 反正就是把這些全部上完 就是我們12週的目標啦 那 請各位把這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 裡面的第1個範例 這個01這邊打開來 那比如說啦 我們舉個例子啊 這個也是之前在某電信公司 上課的那個一個試題 那因為他們的需要 在手機裡面 這個這一欄 一欄裡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三個東西合併成什麼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的這個東西 09 這樣的形式嘛 所以你自己要加09 然後後面的話就11嘛 那在一個minus 減的符號有沒有 然後呢就84 不過你要補0 因為一定要3碼嘛 打電話一定要打個0 你不能打84的 然後7的話呢 後面要補兩個0 那也就是說這個規則怎麼樣 反正後面 這個 門號區碼跟門號末碼 如果他 假設吧 他如果是 三個字不用補0 可是都有兩個字補一個0 一個字就補兩個0 沒有的話就補三個0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那最後呢 我希望一次性的全部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那方法當然 很多種 那其 其中的話呢 我想你們會做的也許就是用 什麼呢 上面有個提示嘛 請各位用什麼 串接符號 END應該 這個會吧 然後呢 在REPT REPT就REPEAT REPEAT什麼 重複 幾個0 OK 然後呢 重複幾個0跟什麼有關呢 跟他 裡面的字有關 也就是說呢 如果他 假設兩個字的話 那補一個0 兩個字補一個0 那實際上 你可以用什麼 用3來減 3減掉他幾個字 比如3減掉 他裡面兩個字嘛 那減完就一個 就REPEAT1就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邏輯 你怎麼做出來 不過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有沒有別的 一定有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也一定有 那還有什麼呢 其實最好什麼呢 旁邊按鈕按下去 全部做出來 是最好的 完全什麼事都不用做嘛 就按按鈕就好了 可是你要按按鈕之前 你要產生那個按鈕 OK 或者是說呢 有沒有辦法有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呢 也許就是一個手機的函數 那你只需要給他什麼 給他三個東西 他自動幫你全部產生的 那個就 制定函數 那剛剛講的這兩個 都是VBA 按按鈕 VBA的第一種方法 制定一個函數 VBA的 第二種方法 那要怎麼做 就是等一下要講的 會不會很困難呢 所以有點難度 不過我會盡可能啦 答案都已經在雲端上面了 當然你至少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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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貼上 然後能夠work啦 不要連貼都不會貼 那沒辦法 所以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從最基本的方法 再慢慢進度到 可能更高階的 那這跟高階將來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的話呢 以後你按個按鈕 全部的事情 通通可以解決 多好 如果你看到那個 按個按鈕呢 你的系統呢 就全部自動化 跟機器人一樣 全部幫你做到好的話 哇那你一定會相當的感動 太好了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 而且這也是現在的趨勢嘛 你看新聞媒體一直在報導嘛 對不對 機器人即將取代你們的工作 對不對 只要你每天重複在做的事情 都會被取代 所以你要趕快做一些 機器人沒辦法取代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每天在塗髮煉鋼 或者你的工作 的性質 都在不斷重複的話 那你可能要小心 OK 這個大概跟各位開個頭啦 那等一下請各位 下載範例檔案 範例檔案 應該沒問題啦 這簡單下載 好那範例檔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它放在那個 你的隨身碟裡面 下次上課 打開就有了 然後就按 按照 進度 不會太複雜啦 反正就一個一個一個 各個擊破就對了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 範例檔案 先 下載解壓錯 就是這一次 ?